Zither Harp 列阳姐妹平安 今天会继续跟大家分享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 这边说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知子 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上周分享到在疫情当中回顾2020年 就觉得好像没有做到什么事情 然后呢就这个经文就提醒我 他说离了神的人就什么都不能做 那我在神面前很快的一个反省 就是说我每天灵修祷告的人怎么会离开神呢 怎么会没有在神里面呢 那后来才发现在我的许多的决定当中 我事实上是靠着自己 然后呢去做这样的决定 并没有在神的面前里面祷告思想交托 所以呢 没有做到这个想要做的事情呢 事实上是大有可言的 那就跟我的灵修的这个生活 跟我实际的这个做决定 事实上是分开来的 那为什么继续分享呢 因为后来事实上神有给我三个不一样的一个感动 从这个经文当中 那第二个感动呢 就是问自己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想要达到的目标 那到底是不是就是这段经文所说的这些果子呢 我想要做的一些事情 不管是事工上面 传福音上面 是否真的就是这边所说的果子 是不是在神的里面 我觉得就是神所喜悦的呢 那我一开始想的就是说 我想要做的事情 可能真的跟这个果子没有关系 那或许这些就是只是 这个世界上的一些accomplishment 想要达到一些目标 但是又想到说圣经当中 也有许多很好的见证 比如说尼西米 他有一个很大的成就 就是他率领了以色列人重建了这个圣殿 或者是摩西 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这些都是一些很大的成就 很大的accomplishment 那甚至大卫 他想要帮神盖一个圣殿 这些都是一些很大的一些成就 跟很大的一些思想 或者是梦想 来为神而做一些什么样的大事情 那往往我们常常会觉得说 这些做大事啊 有成就 好像跟这个属世的这个感觉 比较接近 那果子呢 好像是一些比较属灵的 那神也就在我这里面提醒了 就说这好像也不一定是对的 因为呢 在神的里面呢 圣经当中就提到了 我们这个好树结好果子 坏树结坏果子 那我们种什么的话 就会收什么 所以我们这个果子这个东西呢 讲到的事实上 更重要的是心 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 那也讲到说 我们靠的是谁 如果是靠着我们肉体的话 我们结出来就是会熟坏的 是肉体的果子 那我们如果靠是神的话 我们所结出来的 就是神所喜悦的 是永恒的果子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去了解 事实上我们的成就 我们的这些事工呢 不是在教会的旧事属灵 然后呢 在工作的旧事属事 事实上是正重 正重于我们的心态是什么 我们的靠的是谁 倘若我们在公司里面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在管理员工 或是教导小孩 或是跟妻子的先生的沟通 我们是靠神而做 我们是用神的心意去行的话 这些都是非常属灵的 而且会结出属灵的果子 但是如果我们在教会的事工呢 我们是靠着自己的能力 靠着我们的想法 就算这是在所谓的属灵的环境下 所做的 这些果子也是属肉体的 也是会败坏的 所以我们在这一个礼拜当中 或许我们也可以在神的面前 我也在做同样的反省 就是我的事工 我的生活 我的决定 或者我的对外面的人 甚至传福音当中 我到底是为什么而传呢 我到底是靠谁而传呢 我是靠着神 靠着圣灵呢 还是靠着我过往的经历 靠着我自己的能力 如果我们的心对了 我们的依靠对了 事实上我相信神都可以使用我们 做很大的事情 来祝福祂的国度 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 还有我们身边的这些木道的朋友 鼓励大家 常常我们在神面前一起来想 我们到底是为谁而做 靠谁而做 靠谁而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